橙子挂件新手勾之教程4 先来做小花花 我们取出白色的线 绕在小拇指上或者加入绕在食指上面 然后再绕在中指上面这样捏住 勾针穿针进去 压剪带过来绕线 脱掉我们用环形体针 先勾三个锁针 绕线一圈 一二三 三个锁针勾好 勾一个长针 勾针绕线一圈 穿过这个大的针目 直接往上绕一下线 三个线圈绕线 脱掉前两个线圈 绕线脱掉后两个线圈 这就是一个长针 一个长针勾好了之后 再勾三个锁针 一二三 然后在这个大洞里面进行引拔 穿针进去 带线过来 再带过下一个线圈引拔一下 接着开始三个锁针重复的进行编织 然后勾一个长针 再勾三个锁针 然后下一针目 然后做一下引拔 这就是两个小花瓣了 总共是六个小花瓣 大家自己把剩下的勾完吧 六个小花瓣勾好了之后 断线 把这个线头扯过来 然后找到短的线头拉紧 这样一朵小花花就做好了 先取出线 绕在小拇指上或者家主 绕在十指上面 然后用中指和大拇指这样捏住 勾针放在线的下方 绕一下线 然后绕线穿过小的线圈拉紧 我们用锁针起针法起三个锁针 勾针绕线 一 二 三 三个锁针 我们需要在第一个锁针 也就是倒数第三个锁针上面 勾两个未完成的中长针 勾针绕线一圈 穿针进去 挑一半的辫子 带线过来 然后拉长 这是一个中长针未完成针 然后再绕一次线 还是同一个位置穿针进去 带线过来 同样是拉长这个线圈 然后勾针绕线 一次性脱掉所有的线圈 接着勾两个锁针 然后我们同一个位置勾一个引拔针 穿针进去 带线过来 再带过下一个线圈 然后引拔一下 这一个花心就做好了 直接断线 把线头扯过来 然后我们取出花朵 从这边把这个花心这两条线给它带过来 放在这上面 然后我们给它打结处理一下 这个小花花我们从这边给它把这个线带过来 刚才忘记拍了 把这个花心两条线从这边带过来 然后和这个花瓣的打结处理 打结处理之后 把这个线直接断掉 这个小花花就做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勾制它的叶子 我们取出线 绕在小拇指上 或者家主绕在十指上面 然后用中指和大拇指这样捏住 勾针 放在线的下方 绕一下线 捏住 然后再绕线 穿过小的线圈 我们拉紧 用锁针起针法 起六个锁针 绕线 穿过小的线圈 就是一个锁针 总共起六个 二三四五六 六个锁针勾好了之后